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这期影片回到我们这个ことわざ 就是谚语和成语的部分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期的ことわざ内容吗? 那如果不记得的朋友或者是错过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这个角落呢找到上一期的 那今天呢一样会跟大家准备一下新的一些 成语和谚语的部分呢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一句 カッパの川流れ カッパの川流れ 那什么是カッパ呢? カッパ就是如果听过日本的传说的话 就知道这个河童 河童出现在河面上面 如果看到它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运气啊 还是会遭遇到什么的 后面呢它就说 カワ流れ カワ就是河川河流这样子的意思 那流れ就是我们讲的名词 它的流水这样子 那这一句关游语和カッパ有什么关系呢?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句比较简单 也比较常见的这个谚语呢 是和カッパの川流れ是一样的意思的 或许大家有听过 就是这一句 猿も木から落ちる 猿も木から落ちる 那猿就是猴子的意思 猴子呢也会怎么样 就是从树上 木から落ちる 掉下来 所以猴子呢很厉害爬树的嘛 但是呢有时呢 它也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样子的意思 那整句的意思呢 就是指就算你是厉害的人 拿冠军的人 天才 或者是在这个领域特别厉害的人 也是会有失败 或者是给人家打败的一次 我们讲说马有尸体 就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就会用这个 カッパの川流れ 或者是猿も木から落ちる 来形容也是OK的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呢 他就说 あの ボクシングの 絶対 champion 这个是主语 就是说 他那一个呢 在我们讲的 拳棋 就是拳棋比赛 拳棋 boxing 我们叫做 ボクシング 就是一样是英文的外来语 ボクシングの 絶対 champion 絶対 champion champion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冠军嘛 champion 就是英文翻译过来 那 絶対 就是说 他绝对的冠军 就是每一场呢 都会拿冠军的这个 不败的 这个拳棋手 这样子的意思 あの ボクシングの 絶対 champion が まさか まさか 这边的意思就是指 没想到 它是一个 我们讲的 副詞的用法 就是没想到呢 一 round 一 round 的意思就是 第一回合的意思 如果看拳棋的朋友呢 都会知道 有很多这个回合呢 才能够 知道谁是冠军 这样子的嘛 所以这个所谓我们讲的不败的这个冠军选手呢 没想到 他会在 第一回合 一 round 这样子 然后呢 けお まけ 那 けお まけ 是他们的一个术语 因为我们讲 けお 就是呢 当选手倒地 拳击 全手倒地之后 会进行倒数嘛 那如果站不起来呢 我们就会说 けお 就是已经是 不能够再继续 比赛下去了 那 他就没想到呢 这个常年冠军的这个选手呢 在第一回合就给人家打倒了 然后呢 他就说 これこそ かっぱの川流れ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这不就是 麻油尸体吗 常年冠军也是会有给人家打败的一天吗 这样子的意思啦 所以呢 就是用在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麻油尸体就形容这种的情况啦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记下来啊 或者是我们讲的 サルモキから落ちる 也是可以用的哈 あのボクシングの絶対チャンピオンが まさか一ラウド けを負け これこそ かっぱの川流れ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句 同じかまの飯を食う 同じかまの飯を食う 那什么意思呢 同じ就是一样的意思 那かま呢 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厨具 就是还有一个锅 上面有一个木板 盖着的 经常是用来蒸饭呢 或者煮饭的时候会用的 那个就叫做 かまの飯 飯就是饭 お食う 就是吃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 吃同一锅的饭 那我们中文呢 也是会有一句 就是我们讲的 两兄弟的感情很好 我们经常都会说 以前我们都是穿同一件裤子长大的 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以前吃同一锅饭长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对啦 没错啦 因为家人都是吃同一锅饭长大的 但是这边呢 我们就只可以同甘共苦的交情 就是一起去面对 然后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那一种 很好的交情 我们就叫做 同じかまの飯を食う 虽然有一点长啦 但是它和这个 穿同一件裤子长大的意思呢 是差不多一样的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来看一下 这边呢 它就说 彼と和他有怎样的一个交情呢 就是这个 同じかまの飯を食った 中 中 这边的意思呢 是名词就指交情 他们的友情交情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那这边呢 它就说 前面因为它用了这个 同じかまの飯を食った 就是指呢 我们的交情是已经去到 这个同甘共苦的一个地步了 就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的那种 很好很好的交情 我们去这样子用 后面加一个 中 中 中 就是交情很好的意思 那这边呢 因为它是说 因为我和他的关系是 同甘共苦的交情 很好的交情 所以呢 后面呢 它就说什么 離れてても 彼此呢 就算是分开了 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住了 不常见面了 这个时候呢 分开了呢 我们都会 因为感情太好的嘛 所以呢 都会在意什么 这个気になる呢 就是我们讲的 担心挂心的意思 都会担心对方呢 元気でいるか 就是 还好吗 最近还好吗 生活得还OK吗 元気でいるか 是一个 他在担心对方 生活得怎么样 就算没有见面 就已经是去到 这么好的交情 这样子 所以他前面先说 他和对方的交情 是这么的一个 铁的 坚定的 这个关系 就是可以一起 受难的 也可以一起 有福同享的 所以呢 我们要说 这种关系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 同甘共苦的交情 如果你要这样说 这个同甘共苦的交情 彼と同じ 铎の飯を 食った中だから 離れていても 元気でいるか 気になる 好的 接下来的第三句呢 可能有一些 观众朋友 有听过的话 就是这个 エビでタイを釣る エビでタイを釣る 那エビ呢 就是我们讲的 虾子 エビ 那后面呢 是出现了一个 鱼类啊 叫做タイ タ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 吃的那个タイ焼き 大家有看到 那个タイ的形状吗 虽然它里面是没有鱼肉啊 但是它那个形状就是那个 钓鱼 我们所谓的钓鱼 那它是 钓鱼呢 和我们讲的 作为鱼饵的那个虾呢 是一个 我们讲 天和地的 之差的 对吗 就是我们拿来 做鱼饵的呢 就是这么小只的 エビ 那这边用 エビで 就是用这个虾子呢 拿来钓 这个 钓鱼 这样子 所以这个意思呢 也是一样 就可以做此联想 エビでタイを釣る 釣る就是钓的意思 就是指呢 我们讲的 抛砖引玉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用虾子呢 来引诱 那个钓鱼 以小换大 我们就用这个 エビでタイを釣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呢 他就说以小换大 这样子的意思 他就说呢 他用少部分的钱 很小的一个资金 少的意思 少的意思 少ない お金で 用少部分的钱呢 人を集めて 就是去召集 很多人 这样子 これをうまく利用して 就是 善用的 善用的去利用这些 他有的资本 就是用钱 去把这些人召来了 然后呢 去充分的利用这些 我们讲的临时工 工读生呢 去做事情 这样子 然后呢 能够得到的什么结果呢 就是 大きな利益をあげる 大きな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摸不到的那个大 就是我们凭感觉 好像很大 这样子 我们就用大きな 那如果是摸到的物品 那么我们要说 它是大的呢 我们就会用 意形容词 比较多 大きな 跟大き 就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那这边 因为利益嘛 利益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感觉到 它是有大的 很多的这个利益 我们就用 大きな利益をあげる 这边的 あげる 是他动词 就是我们讲的 提升 提升这个 我们的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 就提高它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说 ことができた 就是可以办得到 可以提升更高的这个利益 比如说公司的利益 这样子 小小的东西来换大大的利益 大家有看到吗 少ないお金で 人を集めて これをうまく利用して 大きな利益をあげる ことができた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他后面就说 ABで 太有铸铸铸 这边的 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啊 所谓这个 炮砖领域 用虾子 来钓 钓鱼呢 就是这种事情了 就是这种事情 以少的钱 来换取更大的利益 这样子的意思了 少ないお金で 人を集めて 机会很难得 那这种状态呢 可以形容什么呢 比如说机遇 机会 就是那么难得 只有一次而已 人生呢 就这么一次而已 或者是呢 和什么特别的人的这个相遇 第一次相见呢 那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很珍惜的那种 就那么一次的 就难得那么一次的 比如说我们讲夫妻也是一样 夫妻呢 我们都说 今世呢 能够修为夫妻 一定是上辈子 就是 集了很多福这样子 所以那一个呢 就是能够和他人相遇呢 那个是缘分 我们就说 人生就有那么一次 你也可以用这个 一期五一夜 来代表这种的感觉啦 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彼と別れ 出会いは一期五一夜だと通感した 別れてとても後悔している 彼と別れて 出会いは一期五一夜だと通感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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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说 彼と別れ 就是和男朋友分手 这边的 別れる呢 就是指分手的意思 情侣之间 那他就说 彼と別れ 和他分手呢 和男朋友分手呢 他就说 出会いは一期五一夜だと通感した 那这个呢 也是要看完整句哦 就是后面他就说 ついがんした 就是我们讲的 他能够深深的去感受得到 当初的相遇 出会い 出会い 这边就是相遇嘛 那ついがんした 因为他是过去式的 所以呢 他就说 能够感到那个痛楚 或者是心呢 就有很强烈的那种情绪 分开的呢 没有见面的呢 就会有很多以往的那种回忆呢 就会飘出来嘛 后面呢 他就说什么呢 就说 別れて とても 後悔している 那这边呢 他就说 他后悔了 分手 这样子的意思 分手了呢 才感到后悔 彼と別れて 出会いは一期五一夜だと通感した 別れて とても 後悔している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惯用语成语的部分了 那我们今天教学影片呢 也已经到了尾声了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一个高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TAMA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递个时间 收到TAMA最新动态啦 那么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つかすまでした よいしゅうまつぞ バイバイ 处费 狗在远处费 大家可以联想得到它是什么意思吗 不正面的去 折骂对方 但是呢 它会在别人